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外表看 这个孩子跟正常孩子无异 白净的小脸上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东张西望 我跟王芳交谈过程中 她在王芳怀里不住地扭动着身躯 两只小手用力地推着 王芳搂着她的胳膊 嘴里发出啊啊的尖叫声 企图挣脱王芳的怀抱 王芳说孩子一岁左右时 她就发现孩子不正常 别的孩子七八个月就已经开始压压血语 而陶陶一岁多了 却连一个字都不会说 婆婆和老公不以为然 认为孩子其他方面都健康 只不过开口有点反而已 长大了自然就好 可知道陶陶快两岁 情况没有丝毫转变 陶陶一直是金口难开 王芳急了 不顾婆婆和老公的反对 带着陶陶开始了求医之路 奈何半年过去 钱没赏花 陶陶的症状却无明显改善 她这才带着孩子不远万里 慕名来到我们医院 而她老公和婆婆 认为她带着陶陶看病 是在遭到甜 所以选择袖手旁观 经诊断 我怀疑陶陶有自闭症倾向 具体表现为语言障碍 我建议王芳住下来 安心做康复治疗 王芳说 她已经在医院附近 租了一个小房子 为儿子的康复做最后一搏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推开家门 三岁的儿子 扔下手中的玩具 快步跑过来 用胖嘟嘟的小手 将我的拖鞋放在脚下 呆萌软弱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妈妈 今天老是夸我了 还奖励我一朵小红花 一种前所未有的妥贴 充盈心房 上仓赐给我一个 健康快乐的宝贝 是对我最大的仁慈 这种最简单 最普通的平常 现在却是王芳 终其一生 都要追逐的梦想 检台结果出来 不出所料 陶陶果然有严重的 自闭倾向症 必须马上采取科学手段 积极干预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康复科的医生 为陶陶量身制定了 一套康复计划 再配以药物辅助治疗 效果应该会不错 王芳每天都按规定的时间 积极地配合治疗 半个月过去了 陶陶的爸爸从没有露过面 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有 一次治疗结束后 我小心翼翼地问起 王芳的家庭情况 她老公为何对孩子 这样漠不关心 王芳的眼圈微微泛红 她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 讲出了她的故事 王芳今年35岁 跟丈夫杨洁是二婚 王芳的第一次婚姻 因前夫出轨而宣告终结 儿子留给了前夫 王芳几乎是净身出户 四年前 王芳惊人介绍 认识了杨洁 杨洁比她大八岁 一儿一女 都已接近成年 王芳认为 自己的儿子与前夫一起生活 跟她日渐疏离 而杨洁的一儿一女 都快成年了 很难跟她培养出 亲密无间的感情 对婚姻强烈的不安全感 让她跟杨洁提出了一个条件 婚后必须生一个 属于他们俩的孩子 否则结婚免谈 在她看来 有共同孩子的牵扯和维系 婚姻才能更稳定和美满 我真没有想到 年纪轻轻的王芳 竟会有如此传统幼稚的思维 这个年代 靠孩子去维系婚姻 简直就是个笑话 孩子是维持夫妻感情的纽带 这话不假 但前提是 决定孕育孩子的男女 必须有足够深厚的感情根基 能够共同抵御 来自生活和命运的各种侵袭 而王芳和杨洁 想而易见 不具备这个条件 这个时候 王芳想用一个孩子稳固婚姻 无疑于在沙堆上建楼 早晚会因为根基不稳 而功亏一篑 对王芳的提议 杨洁一开始果断拒绝 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上了高中 她已经快40了 这时候再生一个 无论是经济还是养育 都会存在很大压力 王芳态度很坚决 若不同意就各奔东西 三个月后杨洁思考再三 还是同意了王芳的要求 两个人很快领了证 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儿子桃桃刚出生时 白胖可爱 杨洁和婆婆整天高兴地合不拢嘴 孩子为这个二婚家庭 平添了许多快乐 王芳安安庆幸 自己当初的选择和坚持 可是好景不长 从桃桃五六个月开始 就大病小病不断 杨洁做点小生意走不开 王芳就带着孩子 从镇上到县里 斩斩于各家大大小小的医院 杨洁挣的钱 除了供两个子女读书 还要供小儿子 无底动势的医药费 她不堪重负 牢骚满腹 开始埋怨王芳 当初非要坚持生一个孩子 婆婆一开始 还能跟王芳一起带孩子去医院 时间久了 她也失去了耐心 跟杨洁站在一起 指责王芳生了个累赘 逃空了家底 害惨了她儿子 雪上加霜的是 桃桃一岁多了 还不会说话 去了当地几家医院 都怀疑桃桃有自闭症 杨洁和婆婆都反对治疗 作为母亲 王芳说 她永远也不会放弃 她决定坚持到底 尽自己最大所能 让孩子成长为正常的人 杨洁放话了 如果她坚持一条道走到黑 她就跟她离婚 并且不再负担 桃桃的治疗费 王芳本指望生个孩子 来稳固婚姻 却没想到 恰恰是孩子 成了摧毁他们婚姻的雷 也成了他们婚姻的牺牲品 一个聊整结束 桃桃的病情有所好转 而此时 王芳带的钱也花光了 她不想半途而废 但要想继续治疗 就必须得筹钱 她有点为难地开了口 她想让我站在医生的角度 给杨洁 分析桃桃的病情 给她信心 劝她拿钱继续为桃桃 做康复治疗 王芳拨通了杨洁的电话 按了免提借 她刚开口 讲了两句桃桃的情况 电话那端就传来了 杨洁不耐烦的咆哮声 都怪你 当初非要生孩子 这下你满意了 胜了个累赘 掏空了家里不算 还欠了一屁股债 老大老二都上大学了 学费生活费 哪个不花钱 你这是要逼死我 你以为生意 那么好做吗 我挣点钱容易吗 别指望我去 去了也不顶用 更别指望我拿钱 你非要生这个孩子 你就带着他走吧 就当他 没我这个爹 我这么敢相信 说这话的人 竟是桃桃的亲爹 骂声中 不时夹杂着 一个女人的煽风点火 说他家倒了八辈子没 娶了这样一个葬门星 王方说 那是他婆婆 整天在他和老公之间 煽风点火 充当嚼屎棍 偏偏杨洁对他言听计从 把他的话当圣旨一棒 膜拜 王方希望杨洁 看到桃桃的好转 而转变态度的希望 落了空 他朝我尴尬地笑了笑 嘴角一脸 眼泪不受控制地滚滚而下 然后双手捂住脸 呜呜呜地哭出了声 我对他的困难 爱磨能住 只能轻拍他的背 递给他一叠纸巾 王方擦了擦眼泪说 走到这一步 他以筋疲力尽 其实他也后悔 生下了这个孩子 但后悔也无济于事 孩子是无辜的 他生了他 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再放弃对他的治疗 那他还配做一个母亲吗 我不仅叹息 作为父亲 因为生活的压力不堪重负 杨洁选择了 完全站在王方的对立面 放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负担重 压力大 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父亲 不尽责任和义务的理由 若真要给逃避责任找个借口 那只能是没有足够的爱和担当 王方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以他老公的态度 我以为 淘淘的治疗八成要中断了 想想那个可怜的孩子 我时常会有一种难言的心痛 一个月后 王方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言语中有掩饰不住的轻快 他说 他按照医院给出的方法 坚持给陶陶做康复训练 陶陶有了明显的好转 现在都会开口叫爸爸妈妈了 杨洁看到陶陶有康复的希望 态度也有了转变 他们商量好了 想再来医院做康复治疗 让陶陶尽快好起来 我的心情不由地跟着雀跃 能看到患病的孩子康复 是我们医生的最大安慰 初次见到杨洁 我不仅对这个男人 产生了些许怜悯和同情 之前的不良印象也稀释了不少 刚过四十岁的他 眉头 眼角 皱纹 密布 戴着笑容的脸上满是沧桑 冰角 已染了双白 背部微妥 连走路的姿态 都让人觉得沉重不堪 说到底 他只是个被生活和命运压弯了腰的 能力有限的父亲 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辗转和挣扎 有过犹豫和放弃 他终是没有摒弃人性里 未免的良知 承担起了一个父亲 应有的担当 我跟杨洁分析了陶陶的病情 前三年是孩子的关键治疗时期 我们的康复治疗涉及到很多项目 后期会慢慢导入 社会康复和家庭康复 对自闭症患者早期干预 是让患儿改善语言发育 提高社会交往能力 进一步提高基本生活技能 如果放任不管 后果会更加严重 后期矫正也越发困难 这样下去 陶陶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期 只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我告诉杨洁 陶陶的情况不太严重 康复的希望很大 他们要做的就是共同努力 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和爱心 尽最大努力让孩子有负担变成骄傲 退一步说 即使只能解决生活自理的问题 也足够让人欣慰 杨洁说他是个父亲虎毒不食子 他也像看着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 他之前之所以要放弃陶桃 只是怕血汗钱打了水漂 如今看到陶桃有了好转 他愿意陪着王芳走到底 面对他的坦诚我苦笑无语 不坚持到最后 你怎么会知道是徒劳无功 我们不能道德板架 换着家属做无谓的牺牲 但作为父母也不能为了保全利益 而放弃没有希望的旧旨 因为他不是一件物品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 留着你血液的生命 作为父母在选择生下孩子的那一刻起 就应该承担起 养育一个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不能 请不要生下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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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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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